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纯尾香港 今天我们又带大家来吃午饭 这个地方呢在兰桂坊又是中环 你看cantean 大家知道这是食堂 这里就是中环白领的食堂 我们先去点菜 黯然销魂饭 这个名字配这个饭就是爬烧蛋饭 这个有个讲究 这荷包蛋一定是这样 这个中间是要弹心 要流出来 但是它的边你看 它这个边是一定要用热油把它煎得脆的 那所以呢里边是融化的 外边是脆的 再加上这个是非常好的上等的煤头肉 然后呢烧35分钟 然后马上就拿出来 就出来热的香的 我吃的时候呢会要求广东话叫肥龙叉 肥龙叉呢就是肥的 就是胖一点的 上面有点焦 然后就是这个叉烧 有点肥有点焦 然后呢它那个焦糖积在那儿 整个叉烧的那个香味 猪肉鲜味就全部融合在一起 一定要趁热 你要是到了肯定来吃饭呢 你这个鱼汤米线也不能错过 它这鱼汤米线呢特别讲究 它呢用两种鱼 一种是牛丘 一种是红蘸鱼 加上鸡骨架 然后呢把那个鱼汤包出来 包一个很浓的白色的鱼汤 然后在这里边呢 那全是鱼了 你看这个是墨鱼 墨鱼丸做的那个墨鱼片 这个呢就是鱼蛋 还有呢这个是鱼腑 鱼腑就是鱼豆腐了 这个是鱼蛋的头 这个呢是鱼肉的春卷 然后呢再加上紫菜 再配在里边 哇你看这个紫菜它的造型也很好 然后这鱼汤米线呢就特别的鲜 那么配一杯冻凝茶 吃这个鱼汤米线 那就是最好的 吃完饭吃完米线对吧 我们现在到甜品时间了 甜品呢我就叫一个西多士 它这里边呢是放了南洋的那个斑兰 味道的斑兰叶 和那个嘎阳酱 还有这个菲律宾的芒果 混在一起呢就是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甜点 这面包呢它是把嘎阳酱和这个斑兰酱加在里边 然后外边就炸了 那所以呢外边是金黄色的有点脆 里边是很软的很甜蜜的那种感觉 它还配了一个苹果芒果的那个色辣 我喜欢它的地方是怎么呢 它苹果很脆 有甜味和芒果一起 但是色辣酱有点咸味的 在你吃了这个很甜美的西多士之后 你再拿这个有咸味的砂绿 就是那个色辣 配在一起呢 就等于把那个甜味稍微解一点 那么有一点这个清新的苹果 加上有一点点咸味的这个色辣酱呢 正好把这个口味综合了 那你嘴巴呢就很舒服 好了我刚才吃了一大顿以后呢 现在我要只是做一个介绍啊 因为这呢是在中环的白领区嘛 对吧那个白领的哥哥姐姐们吃饭呢 他们在这个餐厅呢 就想为他们多一点选择 那么多一点选择呢 就有这个叫广东话叫两送饭呢 就是一个饭里边有两个菜 让大家有选择 比如说这个 它用的是柠檬鸡 还有这个番茄草蛋 番茄草蛋呢它很用心 用了三种番茄炒鸡蛋 然后呢再加一点洋葱 可以更加的调味 为了健康起见啊 现在白领小姐姐特别要健康啊 那么所以用的呢是 这是梨麦做的饭 这个梨麦饭就是糟米饭啊 还有这个呢就是酱烧青鱼 然后呢有那个虫草花黑木耳蒸鸡 那么这个一边是浓的一边是青的 然后再配一杯啤酒 那这个选择啊就随你喜欢加一杯啤酒很圆满的 我今天介绍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在港币70块钱以下 那么你这样就是很经济实惠 但是呢味道一点都不差